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譚常閣 今天和大家討論一個個案發生在台灣 時間是2012年 是一個轉載 先討論一下內容 家在南投有五個小朋友 他輪流在安寧病房陪伴母親 因為醫生跟他說 你媽媽的時間沒有多少 所以這小朋友和學校請假 希望在最後的時間 多些陪伴母親 媽媽每次做化療的時候 身邊都跟著這幾個小孩 他們很可愛又很懂事 所以醫院裡的醫生和護士都很疼疼他們 有一天在醫院 有一位社工看到這幾個小朋友 在醫院陪伴母親 有沒有食物 一定是很肚餓 跟他們說 天氣這麼冷 你的肚子一定很餓 我請你吃麵好不好 這三個小朋友不約而同 就點一下頭 他帶著他們幾個去麵攤 攤位那裡 一去到那些小朋友 已經很高興 很開心 因為有食物 他們真的很餓 這個年輕的社工心想 哎呀糟了 他們已經這麼餓 會不會每人叫一碗牛肉麵 再叫一碟老菜呢 我不知道夠不夠錢 就像電波一樣 去到這個麵攤坐下來 之後 社工問他們 你們想吃什麼 阿姨請你們吃 那樣 社工說了 那兩個小的是男孩 坐得定定 很安靜地看著她的姐姐 姐姐也不是年紀很大 看到姐姐拿著桌子 看了很久很久 然後慢慢就說 阿姨呀 我們只要一碗羊春麵就好了 羊春麵 即是說什麼都沒有的 正麵 當時的社工聽了 心裡真的有點慚愧 剛才自己還想 他們一定會吃我一餐 我也不知道夠不夠錢 誰知道三個只是吃一碗最便宜的麵 所以他就說 不如加點東西添了 三個小朋友一齊搖頭 說不用了 這個社工看到這個情形 心裡是震撼了一陣 覺得自己真的要學一下 以後更加要懂得做人的謙卑道理 為什麼會這樣估他們呢 剛才因為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因為這麼內疚 所以這個社工 決定跟他們多點兩碗 雲吞麵 但是當老闆放這三碗麵 在桌上的時候 他們幾個都沒有吃到雲吞 究竟是不敢吃 還是捨不得吃呢 所以社工就說 好不好吃啊 他們三個一齊說好吃 那是不是太熱了 你們不吃呢 你們吃吧 不然雲吞就冷了不好吃了 如果不夠 阿姨多點一碗給你 這個時候 姐姐低著頭 很小聲地跟社工說 爸爸媽媽 他們都沒得吃 社工一聽 簡直是很震驚 但是呢 他就很小聲說 不要緊的 你們吃吧 吃完 我再買兩碗回去吧 一碗就給媽媽 一碗有雲吞的 就給爸爸 好不好啊 那麼經過社工這樣 再三保證 這幾個小朋友 就安心吃了兩碗麵 但是他們又不想 社工花這麼多錢 所以他們只是吃了幾口之後 就是跟社工說 阿姨啊 多謝你了 我們這些呢 不吃了 這些雲吞的 我們包回去給爸爸吃 麻煩你買多一碗齋的給媽媽 就夠了 聽了這句說話 社工的眼淚 真的忍不住 他心想 哎呀 這些小朋友 經歷什麼的人生滄桑 令到他們這麼早熟 又這麼懂事呢 他們吃完麵 就跟社工說 阿姨多謝你 其他兩個小孩 也口齒不清地跟社工說 阿姨多謝 社工突然就了解到 我們很多時候 每日都覺得 各樣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 到現時他原來知道 懂得感恩和珍惜 是令人可以心頭為之一陣 令人感到這麼幸福和快樂的 這個一碗麵的故事 是深深打動了大家的心 沒多久媽媽過世了 但這幾個小朋友的故事 還是繼續延續下去 令人覺得是很感動的 因為他們沒有屈服在生命的挫折裡 他們大家都有很好的表現 第一 他們最大的一個 成績進步 在學校田徑比賽 第五名 第二那個就是姐姐 這代母籍 也是大家心目中的 模範生 第三個改變最大 以前他會說粗口 現在他完全不說 而且在校航裡 還是一個很風頭的 學生明星 會途比賽 是更莫全省的第一名 第四那個 就是很喜歡上學 現在 而幼稚園最小的 滿面笑容 很燦爛 很陽光 還很喜歡念唐詩 各位朋友 聽了這個個案 你有沒有感觸呢? 其實很多人 面對人生的困境 他們選擇逃避 燒炭自殺 自暴自棄 有些帶著全家走上絕路 但是這五個小朋友 面對人生的困境 母親離去 生活並不富裕 在這個情形 他們並沒有自暴自棄 他們活出讓所有人都感動的態度 積極地面對人生 各位朋友 人生並非坦途 真的有很多的挫折 坦荷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面對困境的時候 想想這幾位小朋友 會給你一個很大的鼓舞 謝謝你們的收聽 平之間